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毛君 最近我看到很多播主在验证这个抖音或者快手上面 号称可以沾天沾地沾空气的升气胶水 那么我作为一个拼多多的众多用户和忠实铁粉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拼多多上面 号称可以沾天沾地沾空气的升气胶水 我选了一款号称比502胶水强80万倍的 超级万难胶 一滴永固只需30秒 直接开箱 这里面一共是6瓶,花了我30块钱 那么一瓶也就是5块钱 可以看到它这个一瓶的量要比502一瓶多很多 所以价格上跟502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实测一下 号称比502胶水强80万倍的超级万难胶 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个包装上面的名字叫超强焊接剂 我感觉卖家肯定是认为胶水这个名字 肯定已经配不上它的效果了 我们来打开 这个味道跟502一模一样 这样吧,我们先用它来沾个鞋吧 就沾我这双拖鞋 但是这双鞋它一点都没有坏 不过呢,现在已经快了 我们来试试这个胶水能不能把我的拖鞋拯救回来 我们把胶水涂在这个断面上 好 要按压30秒左右 好了,我感觉差不多了 现在看起来是完全粘起来了 你看不管从正面看还是从背面看 都已经变成一体了 当然这个缝还是存在的 穿起来试一下 穿起来的话感觉不到有什么异样 就好像它没有坏过一样 但是我感觉把鞋粘到这个程度 普通的502胶水也是可以做到的 试试能不能扯开啊 不过它既然号称那么强 那肯定不仅仅是可以粘鞋子 它可以粘金属,木材,玻璃,陶瓷,五金,玩具,家具,鞋子等等等等 反正是个东西就能粘 它既然可以粘陶瓷 那我们就来粘一块瓷砖试试 我感觉这个难度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块瓷砖它是完好无损的 不需要粘 现在它需要了 我们就分两次来吧 先把这一半给它粘好 麦加充饰尽量要涂薄一点 我们涂的可以说非常薄了 来对齐 好,按压30秒 真的粘上了 虽然是可以看到一些裂缝 但是我感觉作为一个尺砖来用的话 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而且我这样敲是敲不掉的 好,现在我们把它整块拼上去 你没看错 这瓶胶水真的把一块瓷砖给修复了 除了这一段有些又没有损伤啊 冬坏了 其他的基本上 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缝 不过既然号称比502胶水强80万倍 能修复一个瓶 能修复一个瓷砖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它号称能粘的东西全部汇集到一起 看看是不是效果都那么好呢 首先是陶瓷 塑料 金属 木材 鞋子 还有玻璃 4999元 这个铁锤好像一点都没粘住 可能是它太重 而且接触面又太小 那我们换一个换一个剪刀 这个也是金属 刚刚我让它们静置了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杯子沾的非常牢固 锤子也是的 这一瓶酒是我 是我最担心的 完全没有粘上去 好吧 这个因为它底实在不平 然后呢 这个拖鞋 拖鞋也没粘住 剪刀粘住了 而且非常牢固 这三样东西是完全粘住了 拿锤子它也不会掉 拿剪刀它也不会掉 杯子掉了 那总体来说也并没有那么传神 比520抢80万倍 那是不可能的